爱篮球没理由 这里是篮球公园 我是星宇 我是百灵 那新赛季开赛 目前来看呢 很多球队还是以全华湾阵容出战的 这其中呢 浙江队和吉林队的表现 可以说是让大家眼前一亮的 没错 那么这两支球队呢 目前都是三战全胜位于积分榜的第一位 并列第一的情况 那其实观众朋友们也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 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来关注我们的篮球公园 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 来下载央视频关注我们的篮球公园 那其实除了这些球队之外呢 你像辽宁队这赛季变化也很大 杨明从上个赛季的杨总 变成了这个赛季的杨指导 那作为他执教的处子赛季 他要好好地去适应这样的一个变化 身份的变化 节奏的变化和在其中很多对于赛场的变化 今天新疆和吉林队的比赛备受关注 因为两支球队此前都是两连胜 未尝败继 比赛开始后 双方就展现出强烈的取胜欲望 冲撞倒地频频上演 吉林队的戴怀博 在一次上篮中失去平衡倒地 无法再坚持比赛 新疆队的曾令旭也崴上了脚 暂时离场 本场比赛 吉林队多点开花 五人得分上双 而新疆队周琦虽然砍下41分 刷新了个人职业生涯的单场得分记录 但没能带领球队取胜 新赛季 新赛季 西装笔挺的杨明以主教练的身份亮相 开启自己职校首秀 而辽宁队的首场比赛 也展现出全新的精神面貌 对战天津队 开场进攻便立即提速 郭艾伦自投自抢 搅动对方防线 还是左二 还是左二 艾伦站下边 艾伦站下边 你来处理 你来处理 线维在这 还是 还是路这个 虽然天津队限制了辽宁队核心球员的活动空间 但也暴露了更多的防守漏洞 首席辽宁便40比19 遥遥领先 为对方鼻子 劲使得有点横 劲使得有点横 所以就造成了什么呢 我们出了机会 失误也多 然后机会也出不来 所以心情平静一点 来听这 看这 尽管天津队在下半场发起追击 但是本场比赛 郭艾伦表现抢眼 贡献全场最高的39分 外加11次助攻 而韩德军也有17分 和17个篮板的大号两双 新秀张震林更是得到13分 外加11个篮板的首秀达卷 兄弟们的优异表现 送给了杨明一场执教首胜 而他也在逐渐适应新角色 区别在于以前自己管自己 现在自己管一堆 一堆事儿 一堆人 我也在逐步地适应这个角色 逐步地在转变 还好我们有很好的教练组 包括蒋总来帮助我去完成这个过渡 还有我们这个 我们的队员 其实也是以前的这个小哥们 也非常支持 所以我在这个新的这个工作环境 工作位置当中还算比较顺利 希望我和我的队员们 通过这个联赛 这个共同进步 第二场辽宁队遇到了内线占优的山东队 但是一开场 韩德军就给山东队的内线上了一课 盖茂快攻2加1 辽宁队的前期分都是来自大韩之首 有了内线的牵制 辽宁队的外线也全面开花 流畅的配合更是屡屡上演 第一节 辽宁与山东队的助攻比则是10比1 虽然山东队运转球方面表现不利 但是能够紧咬比分 甚至一度反超 离不开一个关键人物 那就是本赛季从辽宁队引进的高师岩 面对旧主 高师岩上半场就得到17分 而这季超远头 更是让山东队气势大振 小高应该说到队来以后 包括这个训练 包括比赛 应该说在球队算是一个 算是一个后一项的一个核心吧 今天应该说面对自己的原来的母队 我觉得也展现出一名这个职业球员的这种 这种职业精神吧 我觉得敢打 包括和西的队友这种对抗也好 我觉得应该说 是我们球队很多年轻队友 应该学习的榜样 我觉得后面的话还会继续努力 到了第四节 郭艾伦再一次起到了串联球队的作用 他全场得到29分 送出了职业生涯三场新高的16次助攻 同时没有一次失误 带领辽宁队以110比100战胜山东队 再后心情不错的他 还跟高师岩开起了玩笑 收获执教两连胜的杨明 赛后也直言道当教练 太累脑了 杨明所说的刘伟伟就是浙江绸州队的主教练 本赛季浙江队让球迷们眼前一亮 在节目战上 他们大胜刚刚领过冠军戒指的广东队 紫一无前表现抢眼 他砍下全场最高的39分 外加14次助攻 三分球石头六中 而拥有双外援的广东队 却没能打出冠军气势 虽然全队有7人得分上双 但是却让全华班的浙江队 全场得到138分 而随后浙江队又以17分的优势 大胜北京首钢队 连下京月两大强队 在昨天战胜山西后 浙江队以三战全胜的成绩 还在接分榜第一位 欢迎收看本周好球 好球 太棒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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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赛季开赛两轮后 郭世强和广州龙师男篮 还在等待着他们的首场胜利 接下来他们的对手是江苏队 赛前深夜 郭世强还在研究着对手的比赛视频 直较十几年来 他已经习惯了每一个比赛日到来前难以入睡的夜了 第一个就是适应了这一年 就是这个节奏啊这比赛就每年都这样 这十多年也适应了十一万 第二个咖啡 多喝点咖啡 大家都说呢白头发一天比赛多 是不是就是这么熬出来的或者是能做 那一定是 因为你睡觉少 晚上是你再天天往上熬夜 那肯定的 就是把比如讲说今天这个对手打完了 就把下一场对手所有的准备这些资料准备完 就心里就很踏实 就包括录像 包括录像飞机 包括这些 就是对手的这些配合啊 各种特点啊 包括我要写的一些东西 包括我开会要要要讲的一些东西 都准备完 这就是就非常踏实 就是上个赛的参国赛的排 就是联赛的排名 这个联赛的总排名 从第一名到第二十名 康哥到时候 每个队排第几 经历联赛我们的对手 看有什么变化 特别有什么变化 就是看看主要的就是进入季球赛的对手 首先第一场比赛大家所有在场上比赛的球员对精神运动还是体现的还是比较好 对我重新组建对我 看到看到观众队有一些变化 这是我感觉还是非常满意 我感觉第二场比赛我们开局打的不是特别好 开局打的不是一个很好的开局比较被动 可能队员在心态上会发生了一些变化比较急 可能导致他们在场上攻防两端出现错误出现比较多 包括队伍还是比较年轻 一旦心态发生了变化 他们的这种及时调整的能力 可能还要差一些 我感觉这些问题出现在一个悉尼队伍 一个年轻队伍也都是很正常 就像我说的 你必须要经过着一个精力 开局两连败就像一盆冷水打在身上 但对于只在打造全新体系的年轻球队来说 改变所带来的阵痛是不可避免的 要想打造一支队伍 不是说在嘴上说就可以了 要需要时间 要需要时间 而且这个时间的长短 要跟我们训练有关 要跟球员的本身有关 所以现在刚刚一个半月戒队 所以你现在马上要有很大的 特别大的起色 实际球是不太容易 不太容易 所以还要需要足够的时间 通过一年两年 让这些年轻的球员都要提高 冲破连败阴霾的最好办法 就是获得一场胜利 确实今天这场比赛 我感觉最重要的 这场比赛就重要大家的思想 高度重视 思想比较统一 我感觉每场比赛对于一个队伍来说 对于一个球员来说 这种思想高度重视 紧张起来 不放松 这个是对于一个队伍来说 是计算中还要至关重要 还要至关重要 所以今天这场比赛 整场比赛 不管在攻防两段 这种攻防转换的这种速度 这种强度 包括这种防守的 这种压力 这种抵抗 包括我们的竞争 这种反击快速的速度 我感觉我们做得还都非常好 这场比赛大家做得非常好 今天大家尝语力 大家尝语力 谢谢大家尝语力 我们要尝语力 比赛前 我们来看看 这什么原因 他们均有什么? 我们可以跟他��胜部 入个分比赛 你会被淘没事的 这些人 不受了解 就这样克服 tes 我们就磨碗了 einfach 什么 对不起 为什么 凤av 你自己把 grave 也承语力 fakt俞力 第二 commissions Paste 第一周一胜两负 新龙师的起步不算惊艳 但撑得上平稳 有些改变并不能直观地 从胜负上体现 在郭世强的打造下 每场比赛 他们的前场紧逼 都会给对手带来困扰 上个赛季排在联赛 倒数第二位的 场均41.7个篮板球 如今已经上升到 场均49.7个 战胜江苏一役 全队便是抢下61个篮板 面对年轻球员 场边的郭世强 总是及时地给出 鼓励和纠正 这无疑更能激发 球员们的上进心 而这种关注 也不仅仅停留在场上 吃完了 味道 作词 唱歌 小八 小八 没事 没事了 没事了 没事吧 没事了 我是晚上 晚上到过夜到时候 我回想翻一个早饵 我是上大过夜了 来大卫教你得看个给你剪的录像 上一场 第二场比赛录像 剪一片片段的看一看 进攻防守 到时候我叫 我叫那个 范医长 带你去 没事 走吧 自首二拜拜 总的说 三场比赛容易少数两场 满意 总的来说 还算满意吧 不能去说拿比赛胜负 来衡量 我感觉 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 我要看到我们队伍 整体队伍要进步 包括每个队员 他们进步 这是我非常高兴的 就像我说的 不管我们队伍在一点 一个问题上解隔了 提高了 进步了 我也会很高兴 这就是看到我们 每天训练比赛 我们没有败付出 所以这一点是 对我们队伍来说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新赛季李南成为了 苏州肯迪亚队的主教练 在球队没有外援 主力受伤 心老交替的困难时期 李南坚定地接手了球队 就是想要证明自己 虽然开赛以来 球队是三连败 但是他有信心 他要和这只年轻的 肯迪亚南岚一起重新出发 本周一下午 苏州肯迪亚南岚 前往训练馆开始训练 30分钟的车程 没有一名队员看手机 这是球队新任主教练 李南提出的规定 在去比赛路上 这30分钟 如果你持续在看手机的话 我相信正常人 都会运运糊糊了 那么尤其我们现在 比赛的时间 有12点 有3点 可能未来有11点 那么这种时间 通常都打乱 我们这个生活规律的时间 想告诉他们一个 就是你用一个 什么样的态度 去准备这个比赛 这一点很重要 自去年世界杯结束 卸任中国男篮主教练的 李南就很少露面 一年后 他选择了重新启航 率领正处于新老交替的 苏州肯迪亚队 征战新赛季 其实之前也有 其他的球队也接触过 但是就跟我理想中 可能不太一样 我觉得你要亲自去带一批人 在带的这个过程当中 去培养他们 去提高他们 去改变他们以往 就固有的这些习惯 能看着他们一起去成长 我觉得这个是我 选择知识处理的一个目的 第二天是李南执教CBA的第二场比赛 第一场较量 他们以94比102输给了青岛队 虽然输球 但是李南要求教练组和管理层 不许责怪任何一名球员 原因有二 第一 队中年轻队员太多了 责怪只能让这群年轻人更没信心 第二 刚刚接手球队一个月 他没时间责怪球员 因为觉得年轻人多嘛 我们在训练当中 其实要求已经很严厉了 那么在各方面 细节上 作风上 就要强调很多 平时会说的会多一些 但是我给他们定的就是 什么样的错误 我可以原谅 什么样的错误 不能原谅 但是训练中 这群年轻人 总会挑战李南的底线 你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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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说句话 来来 放上去 那就是说你在球场上 你如果作风出问题了 你的斗志不够了 你的这个拼抢的这个精神不够 这个我们还是依然会非常严厉 赛前两小时 李南在更衣室准备着 他有一个随身携带手卡习惯 而仅仅一天 手卡已经被写满 这就是我们在开会的时候 是准备一些比赛的 一些对手的个人 我们自己的一些 一些写的一些东西 那么另外一个 在赛前也会去分析对手 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阶段 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那我们大概怎么能够去应对 那上面是有一些提示 个人的配合对方的习惯的进攻 你归纳起来 把手当中第一对手 这就是当中找江雨昕 他这是第一号危险 那么另外一个是江雨昕和崔敬明 这三个比较危险 这些号我没写 所以你怎么没写 15 上半场比赛 队员们因为畏惧吉林队内线身体 不敢向篮筐冲击 这样李南非常不满 中场休息时 他反复强调 让队员要有鼓起勇气 大胆进攻的决心 你比如说这次他打开了 我们这次有加急 他这儿暖眼的工 有门在外国 那么将你这三个手 埋在这儿 那么你这次的人 你要小心 如果这真是传了 传了 往你们啊 往不过 往不过 你警惕高一 好吧 这样呢 那么先一共上班工作 那么咱三天咱们给讲 这时候是他第一个决心 就是第一个 你敢不敢打 你不能去判 你会越败越来什么 好不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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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半场比赛 队员们虽然在进攻端 有所好转 但是却又在防守端 给了对手过多的机会 而李南赛前强调 要重点盯防的江雨昕 和江伟泽 全场总共拿下了50分 92比110 肯迪亚输给了吉林队18分 赢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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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字就转上 后患这些人 你包括在防守中 你谁为主啊 你为主啊 最简直是那种 以后不防守吗 不要打 另外张先生 我让你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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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不进去 也没问题 防守 防啊跑啊 站那呆呆的 你能不翻怎么也行啊 一点拼劲都没有 我讲你们年轻的都一样 我讲你们几个军能给你们机会 不是因为你能力超强 一点动势都没有上去 面面的软软的你打什么车 我们讲要培养你们 你们这样怎么去培养 你定有点干净啊 开赛第一周李楠带领的肯迪亚 队三连败 没有外援 伤病 辛劳交替 李楠的CBA执教之路 从连败开始 但是李楠对此已经做好心理准备 那我跟球员讲 你们在场上比赛 按照我们布置的要求去做 我讲打得好的营球 肯定大家都会去夸你们 但是我讲这个 输球的这个责任和压力 我们教练组 尤其是主教练 我们会去承担去分担 但是前提你必须要按照我们的要求去做 我们的要求是什么 就是说你要全力以赴 你要有拼劲 你要敢于发挥 这个胆子要再大一些 世界杯上受到指责 开赛三连败的压力 李楠表示他都能承受 目前这批年轻人需要成长 而刚刚走上CBA执教之路的李楠 同样需要成长 他将和这支肯迪亚队 一起重头带起飞 CBA新赛季第一阶段的比赛 是在浙江诸记进行的 因西施故里而闻名的诸记 是一座历史悠久 风景如画的城市 那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条件下 针对此次联赛 他们又做了怎样的准备呢 2020-2021CBA赛季第一阶段比赛 已在浙江省诸记市全面展开 朱记市是一座区域优美 交通便利的活力之城 它北林杭州 南林义乌 朱记也是一座历史久远 底蕴深厚的人文之城 这里是越国故地 西施故里 战国时期越王勾建的复国之所 由于气候原因 这里风景优美 有许多国家级风景区 并在2019年被评为 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 朱记市人民热爱篮球 是全国第一批篮球城市 我现在是在海量教育园体育馆 这里是CBA新赛季常规赛第一阶段 朱记赛区两个比赛场馆之一 将近30天的第一阶段 这里将上演58场常规赛的争夺 海量教育园体育馆2015年建成 可容纳观众2100亿 曾多次举办篮球 乒乓球 拉拉操等 多项省级乃至全国籍赛事 作为CBA新赛季第一阶段的 两个比赛场馆之一 海量教育园体育馆在开赛前1月 开始进行升级改造 除了篮球比赛相关设施完善外 场馆内的各个区域也进行了 相应的规划设计 新的赛季联盟还是延续了上赛季 复赛之后的严格的分区管理制度 持有绿症跟黄症的人员 在场馆内的活动区域 都是严格分开的 我身后就是绿区的入口 那在入口一进门 就有一个视频的监测系统 它既能检测出你是否是绿区的人员 又能检测出你的体温 还能检测出你是否戴了口罩 继续配戴保障 在医疗保障方面 场馆外会有一辆救护车 从早上8点 持续待命到晚上11点 场内的医护点 也配备了完备的医疗用品 这里还有个急救箱 包括我们所有的 一般性的急救的东西都在 有血糖 银压 停灯器 血压机 挂野水的一些东西 还有下面里面 还有一些急救的药品 这边都齐的 这些都要 药品都有 既然这个 这么大的一个活动 西边到我们朱继来了 我们肯定要努力 做好这个保障工作 虽然辛苦一点 但是我们还是感到很 很骄傲 很自豪 我们能够到这里来进保障 这里是朱继市济阳学院体育馆 那么这座球馆 距离我同事刚刚介绍的 海量教育员体育馆 差不多有30分钟的车程 那么这座体育馆 也是浙江广煞队的主场 那么在CBA复赛的 第一阶段的比赛当中 这座球馆将承办62场比赛 那么现在我们就走进这座球馆 由于是浙江广煞队的主场 所以浙江学院体育馆的硬件设施 绝对符合CBA联赛的需求 目前这座体育馆的四个通道入口 分别是运动员专属通道 贵宾通道 绿证人员通道 和黄证人员通道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从这个入口这儿 就区分开了这个 不同分区的人群的这个类型吧 场地里面呢 所有的区域划分是按照 不同政界类型人员的这个动线 来划分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绿区跟黄区 肯定是不能交叉的 那么相对于那种 近观众的那种比赛来说呢 我们现在赛场的安保 主要是倾向于防疫的要求嘛 防疫要求 对不同类型的管理是这样的 朱继耀江开元明都大酒店 是本赛季CBA第一阶段 运动员入住的两个指定酒店之一 其中辽宁新疆北控等十支球队 入住这座酒店 酒店采用区域封闭式管理 一楼餐厅除了一日三餐外 还为比赛球队准备了赛前和赛后餐 就餐时间从早上7点至晚上23点 酒店二楼是休息娱乐室 三楼则是力量房和会议室 由于球队较多 酒店将采用预约制方式 每支球队将预约使用健身房 时间为一个小时 新赛季第一阶段比赛 将从10月17日至11月14日 结束为期29天 随后中国男郎国家队将急逊备战 参加窗口期的比赛 10月20日 中国篮球协会的官方网站 发布了重磅消息 八一男女篮将不再参加CBA和WCBA的比赛 这也意味着成立于上世纪50年代 有着60多年光荣历史的 并且为国家队培养出了非常非常多 优秀篮球人才的八一篮球队 将会正式的告别中国篮探 本周三北控与新疆的比赛里 两支球队很多球员的球鞋上 都写着感谢八一的语句 升国旗的仪式上 拥有八一背景的新疆队阿蒂江 梁英琪 北控队王向斌 都郑重地行了军礼 这一切都是在向八一男篮致敬 就在周二 中国篮协发出公告 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 军事体育训练中心来函表示 八一男女篮今后不再参加CBA联赛 和WCBA联赛 我过去是鸡蛋部队 99年调入八一队 实现在八队将近20年的时间 过去的时候也是代表 解放军参加过好多次 全运会的比赛 这个情怀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深的 听到这个消息 说在心里话心里是非常难过的 毕竟他的篮球历史上 在中国体育史上 是非常有着深厚的感情的 从我个人来说 为八一整整效力了十个赛季吧 然后我从内心来说 是非常感谢八一队这种培养吧 应该说是没有八一队这个平台 可能也没有我的现在吧 那么我从01年左右 开始跟八一队参加联赛 那么那会儿给我自己的感觉就是 这种八一队的精神 拼搏的精神 这种作风 确实是不一样 那么这么多年了 确实 八一队给我的这种培养 和骨子里给我灌输的这种东西 确实是不一样的 确实是已经进到骨子里边了 就是这则消息就是感觉很不舒服 那同样也就觉得就是很遗憾 毕竟就是八一南篮就是这么多年 他从50年代60年代 是的 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的这个篮球运动员 没错 给中国篮球就是做了特别大的贡献 是的 那我也是作为其中的一员 那我79年就是加入这个八一队 不论是运动员还是教练员 八一队就是培养了我 孕育了我 养育了我 所以我在这儿就是 觉得的确听到这消息 心里是的确很不舒服 我是79年就加入八一七年队 那当时呢就是八一队在中国的这个影响也非常大 我是84年进入八一队 当时无论是青年队还是成年队 毫无疑问在国内当中是八住地区 00到01呢实际上我们那时候已经是开始 用现在的话讲可以说是在统治CBA 八一队顶上的时期应该有两次吧 一次就是红铁路上的事 来一次就应该算了 十年前那次了 总二十二三分之后 八一队也算挺强的 1951年在贺龙120师战斗篮球队的基础上 八一体工大队成立 隶属于解放军总政之部 八一南篮实力超群和其他省市球队交手时 优势非常大 当时队内由马清胜 于邦基 钱承海等新中国篮球的代表人物 1973年经过特殊时期的八一体工队重建 八一南篮再一次重组 那时球队拥有木铁柱 吴欣水 贤立民 凤鲁滨 朱家志等名将 几乎等同于国家队 八一队由十二号行尾宁 美国队由十一号约翰逊超球 目铁柱得球 第八号邝鲁滨 然后第十二号行尾宁 八一队后外围做传递 利用中锋掩护在外边偷来 球空心入网 八一队还是外围做传递 八一队现在到了底线 1979年在蝉联第四届全运会冠军后 八一南篮又两胜来访的美国南篮 并拿到亚锦赛冠军 取得了第二十二届莫斯科奥运会的出现权 随后在1981年获得了第一届 亚洲男子篮球俱乐部锦标赛的冠军 CBA联赛冲版之前 八一南篮就已经拿到七次全国联赛冠军 1995年CBA联赛开启 八一南篮坐拥刘玉栋 李楠 张晋松 范斌 王志志等优秀球员 甚至被称为准国家队 1995至96赛季 八一南篮创下了赛季26场全胜夺冠的记录 在两个赛季中更是取得了48场连胜的记录 至今无人能及 1995年到2001年 八一南篮连续六次夺得总冠军 连续五年在季后赛中不失一场零封对手夺冠 2003年和2006年 八一队分别由刘玉栋和王志志率领 再夺两届总冠军 11次打进总冠赛 其中8次夺冠 这是八一南篮在CBA中创下的辉煌历史 99到2000赛季之前 实际上我带队已经拿了4个CBA冠军了 当时的八一南篮人才 重度 整个全军篮球队都保障八一南篮 那个年代优秀的这些运动员当中挑更优秀的 所以那时候八一队的实力就算很强 然后也有六七名能进国家队的球员 基本上如果那时候在八一队能打上球的话 你也可以在国家队有一期之地吧 组成的这个阵容应该可以说是 当时整个CBA里边是最强的 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八一队应该是最鼎盛的时期 整个赛季可能输过几场球吧 八一女篮同样拥有着辉煌的历史 尤其是1982年入队的郑海霞 开启了中国女篮的郑海霞时代 并带领中国女篮在1992年 巴塞罗纳奥运会获得银海 2002年起 WCBA联赛创办 解放军女篮以隋飞飞 陈南 任磊 陈丽莎 张晓妮等为主的班底 组建八一女篮 开始征战联赛 前四个赛季她们包揽总冠军 2007至08赛季八一女篮再次获得总冠军 成就WCBA五冠王 近些年的职业联赛里 虽然八一男女篮都在未染指过总冠军 但八一精神却仍然像血月一样 流淌在八一队员的身上 她们敢打敢拼 永不放弃 首先是一种军人的气质 因为八一队是个军队的球队 我们代表着一种军队球队的形象 她们必须要具备非常良好的精神 拼搏的精神 要打败对手的信心 就是这么好 对啊 因为在八一队方面必须要赢 不赢就不赢 最灌输的思想就是 大家都要全力以赴去拼 去认真对待每一场球 而且还有一个精神就是 不放弃的精神 有什么困难啊 大家一定要坚持它 如今 八一男女篮虽然退出了职业联赛 但CBA和WCBA中 有许多流淌着八一血脉的球员 八一精神也将在她们的身上 继续传承下去 我是当兵当了28年 从第28年的时候我是报的转业 然后在八一队是单二十一年 那么也可以说是部队给了我一切 给了我所有的荣誉 所有的这个光环 然后这个心情比较难过 然后在这个今天进军礼的时候 之前他们有跟我沟通过 因为现在你是 不是军人 你都随便进这个军礼 那么现在我们在搞 联盟在搞这个叫 执行八一队 我觉得我 确实作为我来讲很荣耀 感觉曾经八一队 这个解放军的一份子 能够有今天这种成就 实际上也是部队太要 教会了我们很多的东西 那么也是非常的 这种感觉就是感觉用力不太好形容 那么也希望未来 我们这些老的这个战友 我们这些老的前辈 军队提供的 那么也是希望他们能够 在未来 首先是一切顺利 那么另外一个 能够继续在各条体育战线上 能够去发挥他们的作用 好的 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 还有其他的哪些篮球资讯 今秋十月 内蒙古黑猫杯2020巴燕闹尔 全国绿色城市男子篮球邀请赛 在巴燕闹尔隆重举办 为期五天的比赛中 来自除州 大同巴燕闹尔等 城市的八支篮球代表队同场竞技 此次比赛不仅为巴燕闹尔人民 今年带来了一场精彩绝伦的 篮球盛宴 对进一步增进体育文化对外交流 融合发展 起到了重要的互动作用 赛事宗旨是通过篮球文化的平台 促进绿色城市建设 地方企业的互动交流 营造积极向上的城市振兴 和企业文化建设氛围 以篮球促进城市之间的交流 一方面是为了展示我们的建设成果 彰显我们扎根巴燕闹尔市建设 发展壮大企业的决心 另一方面是为了进一步 提升我们巴燕闹尔市 在全国的影响力和致命中 同时向我们的广大群众 献上一场篮球的盛宴 这次绿色城市举办 在疫情当下能举办成功 感觉特别不容易 首先要感谢巴燕闹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 然后才能把八支全国各地的队伍集中过来 然后在防疫或好的情况下 然后顺利地把比赛进行 全国绿色城市篮球邀请赛 与职业联赛技术规则完全一样 但参赛球员并非职业选手 他们大多是来自企业的普通员工 虽说是业余队 但其中很多人都有着不同的篮球经历 为期五天的比赛结束 东道主内蒙古黑猫篮球队 最终获得了本次全国绿色城市 篮球邀请赛的冠军 大同队洛阳队分获二三名 今年是第二年 然后我们也是连续两年 获得这项赛事的冠军 所以说相比前一年 这一次冠军 含金量相对来说要高一点 因为对手的水平也非常高 这次我们也是通过 我们自己的一些努力 然后得到了冠军 这个是一个含金量非常高的冠军 对手实力都特别强 有一些老对手 一些新对手 反正我们每一场都是在 批击权力的去打 前面几场打的都是非常胶着的 然后我们也一直在磨合阵中 最后一场打出了我们球队的过分 然后拿了冠军是实日明归的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 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想要了解更多的资讯内容 请您下载央视频 关注我们篮球公园账号 好了 爱篮球 没理由 这里是篮球公园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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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